大家好,我是Stan JVP娱乐的新人女团MX 昨天已兴趣台词回归了 而因为在已出道的四代新人女团当中 MX的成绩知名度 目前相对不是很高 所以包括我个人在内的喜爱KPOP的很多网友们 对MX这次的回归 一定都会非常期待 而目前在专辑发表第一天 专辑销售量就已经超过了25万张 刷新了自身最高记录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 MX兴趣台词 韩国网友们的真实反应 哇,歌曲太难了,太难了 用什么话都不能包装,太不好听了 这不是什么黑不黑 真的不知道是在听什么 只有我觉得比想象的还要好听吗 歌曲舞台都非常有趣 尤其是歌曲风格突然转换的那个部分 真的好喜欢 这程度的话 MX根本就是被就业诈骗了吧 他们应该是看着TWICE一级度过练习生生活的 一直发表这样的歌曲的话 会让大众们越来越嫌弃 下次还是这种歌曲的话 女团名家的招牌可能就要消失了 歌曲还算可以 但是听完他们的清唱后 真心觉得实力太可惜了 希望能处有大众性的歌曲 韩文中的大众性 TWICE是指 能让不是粉丝的一般路人也会想要去听的歌曲 女团这种风格感觉真的很新鲜 为什么女团总是要发表有大众性的歌曲呢 又没有大众性 也不是容易跟着唱 到底要怎么引起流行获得人气呢 真不敢相信大型经纪公司的四代女团 只能有这样的成绩 啊,我好喜欢这种风格 听着听着就会洗脑 让心脏跳 超好听 周围的反应都是 孩子们实力很好 但是歌曲真的很烂 孩子们都太可怜了 不能给他们清爽的歌曲吗 真搞不懂为什么要一直坚持不相配的风格 最近女团们都不错 所以不是大型经纪公司就一定能成功 现在是因为有节外配娱乐家族粉撑着 所以还能坚持 如果是中小经纪公司的话 说实话 用这些歌曲 根本就进不了四代女团大战 歌曲虽然有点难 但是很喜欢 不过收录曲COO也非常好听 希望也能推这首歌 因为是大型经纪公司 所以不会担心 但是有着这么好的实力 希望能早点成功 说实话 现在再喊往整体来看的话 可惜成员们的实力吐槽歌曲的负评 还是比较多 不过大家应该知道 每一首歌曲不是都会有那种 会吸引人的part吗 我觉得Amix Tice这首歌曲的 操约Lily Heaven的这个部分 真的听起来非常洗脑 然后就是像留言说的一样 比起主打歌 收录曲COO目前在喊往反应非常好 所以对于Amix的新曲Tice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i can be